久坐久站 坐骨神经痛一上升 一定要开刀 专家推三招伸展操 想要改善坐骨神经痛 一定要开刀才能改善 国泰综合医院物理治疗师 简文人表示 根据临床统计 除了少见的因脊椎滑脱等 结构性原因引起的坐骨神经痛外 一般来说 高达80%到90%的坐骨神经痛 只要透过适度的复健 伸展 矫正过去不当的错误姿势 不需要开刀 就可以得到改善与缓解 譬如 日常生活养成良好正确的坐姿 尽量不要翘脚 使身体歪斜一边 减少久坐久站的时间 有机会多走动 坐骨神经 有助伸展腰臀神经 以及大腿小腿肌肉的站姿弓箭布 坐姿弓箭布等伸展操 都是很好的自我保养方式 没有最健康 只会更健康 快上LINE加入好友 超级成作 超级成为表演好友